拜 干杯 师傅 好想喝点呗 会认上多没劲 我从来不跟同事一起喝酒 你不知道吗 我先问他们吧 等等吗 喂 我这儿有点吵 你等我一下 他就讲什么见不得人的电话呢 一点都不吵 他是真不喝酒啊 跟我们聚餐的时候 是从来没有喝过的 知道为什么 这江湖上啊 有他的成说 传闻咱们董主人 是那种不喝则宜 亦喝惊人的主 很符合他的认设 这女人吧 都是要么不喝 但是真正能喝的 都是白酒一斤的粮 还有呢 来 今天谁能让我们董主人 把这酒喝了 这顿我请 未解这么够的人 要请客 好赌 来 来 干一个 来来来来 来 走一个走一个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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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劲啊 切两杯吧 可以我 crashed 吃吗 我还没有想吃! 等我们来干杯 那我们拿来干杯 我还要让我们撒 不是吗? 你这个呢? 我可以吃吗 我可以吃到你了吗? 跟着董主任的节奏 来 三 二 一 我们一起学猫子 一起 喵喵喵 来 喂 喵喵 喵 这样 不好意思 我插句嘴 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你们的怀疑的话 确实有点牵强 我们两老伴 当年都没有生育能力 那个时候 试管婴儿技术 才刚兴起 我们俩就都去了同一家医院做试管婴儿 所以 当我们发现 他们也是同一家医院做了试管 而且还长得这么像的时候 我心里老绝对不对劲 就私下去找了当年的医生 医生说 的确有可能 是同一个生物学父亲娟京 但这种问题 你其实是可以去找当年那间医院 调取病例 来验证一下吗 对吧 前几年医院发生了大火 很多资料都销毁了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 才逼着这俩孩子过来做亲子鉴定 那我觉得 你们应该做一下亲子鉴定 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 那如果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 让我们怎么面对啊 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睡了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们打算就这样灰灰灰灰灰的过下去吗 如果 如果你们今天不做这个鉴定 妈 我今天就撕给你们开 别过来啊 你坐不坐 妈 妈 你为什么这么逼我们啊 坐不坐 够了 妈 我们坐 我真希望他俩不是兄妹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来吗 我不知道 哎 董主任 我这儿有份的文件也到着你钱呢 有点着急 来 董主任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像董主任这样子冷酷无情的人 肯定杀法果断地要个结果 爱情重要吗 事业 亲情 友情之后才是爱情 你是张希达吧 你是郭阿姨叫过来的人吧 对啊 走吧 走吧 边吃饭边相亲 其实都不用想了 我早就看上你了 你要吃什么呀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一看 这小老婆肯定是吵架了 你没听着吗 张希达刚才那话说的 太不客气了 这女的又怎么回事 哎呦 大长腿身材真好 哎 跟咱董主任比起来 气得差点 就是 不行 你怎么开这么骚气的车呀 我借的 说吧 是刚才哪个姑娘呀 最后见办公室那个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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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明显要我进去陪你演戏啊 不过我不介意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我会让你开始有新的恋情 让你忘掉刚才那个姑娘 她应该年龄不小了吧 长得也一般 穿得也那么显老 算是小阿姨了吧 不是你有嘴你是不是不会好好说话 谁是阿姨 人家那叫知性 你懂什么呀 因为人都跟你知道 成天穿那么短 每天去蹦迪 冬天穿得短 夏天也穿得短 也是 张希达 你利用完我就翻脸是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低级幼稚的款 老娘我还看不上 我是不是有点大病啊我 那个书记在里面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没出来 今儿的确犯着我 在张希达也太刻意了 你看那女孩打扮呢 花纸照这儿的 凭想起来不是她的菜 就是幼稚 妈妈 苗苗 苗苗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爸送我来的 这就是苗苗吧 终于见到你了 妈妈老把你藏起来 爸 今天晚上 安心你吃饭好不好 我这两天 把她送到爸那儿去了 那 主任 我下午能请个假 先把她送回家吗 为什么不能跟阿姨他们吃饭 我好不容易 苗苗 听话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 乖 那主任 我先拿个包走了啊 来 你好 请问威亚云在吗 她请假带孩子去了 可我打了电话一直没有接通 那她还回来吗 不清楚欸 应该直接回家了吧 明天还上课呢 那她应该是把孩子送回我那边去了 谢谢你啊 哎 您是她 前夫 谢谢啊 不客气 前夫 你接前夫 我错过了什么了 下午茶 包了 好 我跟你说 我以前最近不对劲 苗苗来过中心 现在前夫又过来 因为我那前夫长得真是水 嗯 我已经有点动向 不简单 有手段了 好 董主任 你们能不能把残阳还给我吗 走吧 董主任 瞒 董主任 你真的让她们走了 于礼 她们都是成年人 决定权永远在她们手上 于琴 突然有点理解她们 那那天智蚁问你的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 我不如他们 我既没有勇气承担后果 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 我想我可能会逃跑 这不大像我认识的你 我也觉得 我谁啊 慢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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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撒手 撒手 什么 干吗呢 这么多人 当了这么多人面一样揪我耳朵 我都长大了 跟小时候上网吧抓我掏课的 你还知道你长大了 长大了不长进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跟个小孩子一样任性 是你跟我说 你要好好跟姑娘相亲 我才让人顾阿姨跟你介绍姑娘看 你跟人见面 饭都不能人吃 就把人给气跑了 那是因为那姑娘她 穿这么短的裙子 露个胸 饭都没吃上 让我身上使劲测漏 我不喜欢那样 这瓜也是的 什么也是 行了 今天就算妈妈冤枉你了 你后边还有别的姑娘呢 认认着人相亲全 知道了 你跟那谁 真的分了啊 分了 哎呀 姑娘人挺好的 就是年纪比你大了 我喜欢大的 忍不死 幸运人 哎呀 行呀 混亡 蛤 哎呀 妈呀 我歌不到你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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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所以结果是 你猜呢 别卖管子 签了吧 但是我有义务跟你们解释清楚 如果不鉴定 会对你们之后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和伤害 尤其是你们还要结婚生孩子 这对下一代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一下 我随时欢迎你们回来 我们宁愿一辈子不找这个结果 我们也不打算有孩子 只要两个人幸福 一切都不重要 是不是很出人意料的结果 是不是很出人意料的结果 无论是 无论是 无论是无论是无论好 谢谢 我 trze不 音乐 孩子才有问题呢 行行 先这样吧 谁呀 把你气成这样 睡觉之前 生气会影响失严的 小李 给西达介绍了个女朋友 他俩人下午见面 那女的愣说 你儿子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说你儿子不喜欢女的 笑什么啊你 就你生一个什么气啊 你自己儿子你自己不清楚啊 那我清楚我才生气的嘛 那我儿子 用网络语言说的话 那叫钢铁直男知道吗 老婆 我的意思是 既然人家姑娘那么说 那很有可能 咱儿子就是那么表现的了呀 你说这孩子啊 这不喜欢人家 就故意逗人家玩 你看 哟 这 这看不上人家 还发什么朋友圈啊 这气谁呢他是 睡觉 金童主任是不是请教啊 没有啊 刚刚被人接走了 他接那个人 你看到了没 他接那个人 你看到了没 那男孩 高高大大的 穿一身西装笔件 好帅啊 跟我们东西好配 感觉像个当兵的 那个贝廷的笔质 浓眉大眼哪 我零零七啊 什么了不起 提提什么 谢谢 你 让你跑这么一趟 我还别丢我呢 他约人了吗 我进去打个招呼 他该不会背着我跟别人约会吧 被听到啊 你又要挨胆了 也是啊 行 越来越帅了 真像啊 阿姨您今天找我来 应该不是想要回忆青春的吧 姑娘佳佳的 说话不用夹枪带棒 我今天找你 是要谢谢你 谢我离开张希达 谢他终于同意去相亲 算是吧 我知道 我这么做很自私 但这也是为了你俩好 你不用谢我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想清楚 眼下离开他 是我最好的选择 跟您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希达没有死心啊 他压根就没好好去相亲 他见到别的姑娘 还发个朋友圈气腻 想引起你的注意 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你 给他点时间吧 可是你们俩在一起工作 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感觉 他没法忘了你重新开始 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 逼我离开鉴定中心 我没你想的那么极端 我是不想让你们俩见面 但是不是让你走 而是让希达走 我知道亲子建立师是你的职业 你在业内小有成就 而希达呢 就是一时兴起的投资 我不能那么自私地 拿他的一时兴起 去回你的职业生涯 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 那希达退股吧 把他赶出建立中心 希达在安和的股份 我可以找人替换 然后进行公正 最后 都算成是你的股份也可以 毕竟 你也是张海天的女儿 这是你该得的 当年你跟张海天 一起背叛我妈的时候 我妈没有拿你们一分钱 现在我更不可能跟你们 有任何金钱上的瓜葛 鉴定中心的股份 可以继续算作你们的投资 不用把我拉扯进去 但我可以配合你们的说辞 谢谢你 我这么做唯一的原因 是不希望让张希达知道真相 况且 我不想栽得你 和张海天有任何的瓜葛 你是我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没有你妈妈的允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结局已经是这样了 您不必再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你说你这样的感觉 这么做 como自然有机会 你说如果是来外面也不看还会有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回家吗 小冉 你很小就来我们家了 跟西达也算一块长大的 你说 那个董宁书和西达是不是长得很像 是很像啊 有点夫妻像吧 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 挺忽悔的 您为什么不喜欢董小姐 不是不喜欢 是不能喜欢的 是不能喜欢的 所以我能用公款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没想到 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师父 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人 要不喜欢的 你不信 在买 我会泡 淹宝 你不信 现在 你不信 認 你不信 好 吃醋了吧 说不了了吧 跟我搞这一出 这么多天 总算是熬不住了吧 我感觉 有好几天 没有这么近的看到你了 你是不是瘦了 傍晚就别喝咖啡了 我帮你点了奶茶 好 都听你的 谢谢啊 请慢用 你 今儿 找我来 是不是也想我了 咱们不要这样好不好 不管是小来狗还是小狼狗 只要是你喜欢的样子 我都能变成那种狗 筋毛 还是筋 我像还是筋吗 这不笑了吗 你确实是一个能让我得到快乐的人 但是这种小段子般的快乐 我听个脱口秀 看个相声也能得到 这种方式得到的情绪 太廉价了 我还以为你今儿把我找过来 是要跟我和好呢 我要跟你聊工作 聊工作好 那我们聊工作吧 董主任您说 你知道的 安和对于我来说 承载了我所有的梦想和责任 我找到投资人了 而且是以入股我的形式 股份算在我的名下 这样我就是安和最大的股东 我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安和的发展也更有利 所以呢 按照现在的股权配置 在个人名下的 只有安主任 我和你 其他人我不想送 我希望你可以退股 把股份让给我 董灵叔 你是不是疯了 我 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 为什么突然对我冷淡 突然之间就跟我说 好 我们分开吧 现在就连工作 也是要跟我进行切割 为什么呀 你 你是不是摊上什么事了 你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破产了 还 还是得癌了 所以不想 不想连累我 你小说写多了是不是 我如果真得癌症 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一个人渐进地死掉 也是啊 那到底为什么 我一开始喜欢你 是因为你单纯善良 还有点小幼稚 但现在我讨厌你也是这个理由 我受够了当你妈 当你姐的同事 现在又变成了你的保姆 我在你眼里 一直都是这么不堪吗 你父母给了你一个 可以随便折腾的安全网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想写小说收集素材 就轻轻松松投资了安和 这些你自己能做到吗 这 这 这些是我家庭给我的 我没法学啊 难 不成我要跟我家里一刀两断 才能给你安全感是吗 这不是安全感的问题 现实就是现实 我们不一样 对我来讲我就只有安和 对其他人也一样 你看看安主任 他奋斗了大半辈子 安和就是他的最终归宿 林子阳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和外面的人相处 艾姐就更别提了 他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他一个人承受了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一样 用玩票的心态工作 是啊 我一开始是玩票性质的心态来的 但是我后来我也好好工作了呀 我很认真在工作 我也一直把亲子鉴定这件事情 当做我一生的事业在工作的 一开始投资是你一时兴起 想好好工作也是一时兴起 你玩票性质的投资 是我们所有人的立身之本 我不敢交给你 如果哪天你一时兴起 随随便便卖给别人了 那不如现在就把安和交给我 让我来接手 我算是挺明白了 你就是腻了 这样吧 你真的不要我 安和股份的事情 不是说你想退就能退 亲子鉴定这个事情 我是认真的 对你更有事 我不是说你想退是哪 你不要你 你不是说你 你还不想要护上了 是谁 是你 我发表你 hole 我人的事 都不会累 我 你 感谢观看